大家好,我是肖勇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过了今晚我们就步入新的一年了 2024年 在这里首先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24年多挣人民币 今年的也是我走过省份最多的一年 今年70%的时间都是在外面跑 为了也是拍视频吧 也是把它当作一种工作来干 不知不觉就是玩网络已经三年了 准确的给自己一个职业就是自媒体创作者 说创作吧,谈不上 像我也是做得很低层的这种 因为自身自己的学历比较低 想拍一些丰富性的 就是说让大家了解历史人文的 我也做不到 我也不在不断在努力的学习 在改变自己 做这么多天网络 我就保持了一个真实 不管是拍三分钟的视频也好 十分钟的视频也好 都一直维持着真实俩字 如果说在当中加入剧本或者什么 我也做不到 我也没那个脑袋 所以说大家尽情的期待吧 2024年会带来更真实的视频为大家 希望能给你们的生活当中带来快乐 看我的视频呢 大家都图一个乐呵 有些东西不要太去较真 像我跟秀丽呢 说说我们也不会做剧本 现在呢 还是在这个广州东莞 麻 这个我一直把它读成泳字啊 在这里称呼 虫 麻充 麻充镇 因为我姐在这里啊 就是在这里来看看她 两个孩子在这里从小长大 嗯 这个二姐呢在这里整了一个是 零食店啊 就是在学校门口啊 就是一个小的文具品店吧 可以这样说 嗯 姐夫呢是 新乡的啊 他在这里工作了 也有个八年了啊 嗯 在这个中粮上班啊 今天晚上 他八点半下班啊 我跟他我们两个这个好好的喝一杯喝个跨年酒 明天呢我就要准备离开这里 回南雄啊 我的电车还放在那里 说实话 我电车 放在一个停车场了 没有人看管的停车场啊 当时也没有想到找一个有人看管的去啊 感觉那里还挺安全吧 就放那里了啊 旁边有两个摄像头啊 明天下午呢我就准备回南雄了啊 2024年啊 今天晚上就来临了啊 还是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 万事如意 嗯 还有 就是说展望啊 回顾2023吧 啊 2023年 嗯 你看走过了很多旅游的城市啊 跑过了很多山 在地方很多地方路过营啊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身体的 不好啊 呃 露营的话我也 不是说不去露营啊 就是这个身体已经就是伤到了啊 膝盖有问题 我的脚有问题 这两天我的脚腹根又痛了 就是足底筋膜炎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干搬运工 那个时候 嗯 拿过中介费 八点钟就去上班 因为拿了三万多块钱中介费 想赶快把那个中介费挣过来啊 就在那里加班一天工作 十六七个小时 一个月加一百个小时 穿着那个大头皮鞋 因为来回搬运 怕砸到脚啊 所以说烙了一个足底筋膜炎 嗯 膝盖呢 是十五岁都出去打工 在渔场 有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 嗯 现在的身体真的是大不如以前了 就是自己多注意吧 咱展望一下2024 2024呢 要给自己一个一年的规划吧 最少这一年当中 朝着什么方向去走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都可以在评论期告诉我 嗯 视频方面呢 就是以做视频为主啊 嗯 就是说 我考察了服装 对吧 也可以就是带入进来 还有那个山泉水 山泉水呢 说实话 干了那一个月啊 不挣钱啊 真的不挣钱 嗯 关联再说吧 啊 现在他们又考虑到这个水 要不要接着干啊 你们觉得这个水 要不要接着再干下去 嗯 夏天的话 如果说找到好的货源啊 就是说 嗯 价格低 对吧 从那个厂家那里拿货 好的短袖质量好的 也可以整一下啊 嗯 就是说用最低的价格来销售最好的产品吧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你通过网络卖出去 呃 对不起网友啊 毕竟就是说能关注你的人能买你东西的人 他肯定是特别支持你的人 如果说你给他们带来啊不好的产品或者价格更高 啊 嗯 他们心里边也会心痛 是不是 我的大概的宗旨就是这样想的啊 就是网友就是把你当成朋友了 是吧 看过视频的可能有三年了啊 两年的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啊 一年的那更不用说了 也是有很多老铁 特别支持我 到哪里都给发信息 到哪里了一起吃个饭吧啊 咱说了咱不能说光去某一个地方 作为一个真正的蹭饭人啊 像我一般去的去朋友或者亲戚那里 我能带东西我都带东西啊 谁的钱都不是这个大风挂来的啊 我不喜欢那种人啊 我也不想做那种人啊 你们也不希望我成为那样人啊 所以说以后咱这个老铁见面一起可以喝喝茶 聊聊天 咱没必要这个喝个烂醉如泥啊 2023已经是过去式了啊 2024年咱更走上一个台阶 围绕着两个点走吧 一个是减肥一个是减肥一个是做出来更真实的内容啊 现在你看都成一坨了啊 其实我也不喜欢我这样的外表啊 如果说现在体重190能瘦到160啊 人还有精神啊 做东西也有内容啊 现在你看吃的胖 胖了一点都不好 都一直处于在压健康啊 好了就给大家总结这么多吧啊 还是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万事如意啊 咱们2024年假